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东谢州城外 桃红柳绿 游人如知 青年男女接出来踏青 李园外的千金李园园在丫鬟的陪同下 也出来游玩 园外之女 平日里管教甚严 很少出门抛头露面 今日世上四节 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李园园对母亲潘氏说 他也想出去踏青游玩 潘氏应允 并告知贴身丫鬟好生照顾 李园园年方二八 含苞欲放 美若甜鲜 走在野花飘香的草地上 更显得婀娜多姿 俊俏可人 不时有人转身回望 丫鬟说 小姐 看看你的回头率有多高就知道你有多漂亮 将来一定能寻一位英俊潇洒的夫君 李园园说 贫嘴 就你嘴甜 再说 明日给你寻一个丑八怪嫁了 正说着走着 几个混混挡住他们的路 丫鬟扶着小姐想绕过几个混混 但几个混混却一直排开横在路上不让他们走 丫鬟说 你们想干嘛 这可是里园外的小姐 一个混混说 什么里园外照园外的 我们老大只喜欢这位小姐姐 让这位小姐姐陪我们老大玩玩吧 说着就要上前拉里园园 丫鬟挡在李园园前面说 你们不要乱来 不然我就喊人了 混混说 怎么是乱来呢 我们老大看上了这位小姐 这是她的荣幸 还不快过来陪我们老大 说着就开始拉李园园 李园园大声呼救 救命啊 混混说 再喊宰了你 说完 将一块布塞进李园园嘴里 李园园在奋力挣扎 这时 有人大喊一声把人放下 混混们抬头一看 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站在面前 挡住混混的去路 混混说 哪里冒出来你这根葱 识相地赶快滚开 不然连你一起带走 少年说 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民女 天理何在 快放了人家姑娘 一个混混说 我看你是活腻了 说着挥拳向少年打来 少年伸手一抓 抓住混混伸过来的拳 然后顺时一拉 混混便来了个嘴啃泥 而且手腕脱臼 疼得在地上直叫唤 另一个混混飞起一脚 向少年踢过来 少年顺势抓住混混的脚使劲一甩 这个混混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脚踝骨折 也疼得哇哇直叫 剩下的一个混混便赶紧溜走了 地上的两位混混也起来跑了 少年说 姑娘没事吧 李元元说 我没事 谢谢您救了我 请留下姓名 改日当面重谢 少年说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举手之劳 不必挂齿 小姐要是没事 我就走了 说完便离开了 李元元想喊他留步 但不知道他叫什么 嘴张了半天也没喊出来 然后说 小姐 这个少年好英俊啊 还武艺高强 要不是他 今天就完了 可惜他没留下姓名 想谢谢人家都找不到 李元元没滋生 还呆呆地望着少年远去的背影 雅魂说 我说小姐啊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可人家已经走远了 李元元脸红着说 你这个死丫头 一天天地就知道贫嘴 说着便来打雅魂 雅魂笑着躲着说 小姐 我们该回去了 这外面也不平安 小姐要是出了差错 我可负不了责 李元元说 回到家不许提今天发生的事 不然 以后我们就出不来了 雅魂说 我知道小姐 说完 两个人就回家了 回到家 李元元一直想着救他的少年 眼前一次次浮现出 他痛打混混救他的场景 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追上去 问他姓是名谁 家在哪里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 李元外家门外来了一位年轻男子 男子看了看门扁上的李府二字 便要进去 却被守门人挡住 男子说 他是来找李元外的 请通报一下 守门人看了看男子说 你是谁 找李元外有什么事 男子说 我找李元外有要事 但不能告诉你 你让我进去就是了 守门人说 你不说什么事 我不能放你进去 这时 一顶轿子来到李府门外 轿子旁边跟着一个丫鬟 轿子在门口停下 丫鬟掀开轿帘子 将一个小姐扶下轿 丫鬟突然对小姐说 小姐 这不是前几天救你的那个少年吗 原来 叫李做的是李元外的小姐李元元 后面跟着的是她的贴身丫鬟 李元元一看 果然是救她的那个少年 便上前道 恩人 怎么是你 男子愣了一会儿说 原来是你啊 这是你家 李元元说 是的 正是我家 恩人快快请进 丫鬟说 我家小姐正到处找你呢 找不到你 她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李元元说 休要贫嘴 还不快带恩人进去 丫鬟伸了一下舌头说 请恩人跟我来 来到李府大厅 李元元请男子坐下喝茶 并让丫鬟吩咐厨房准备饭菜 然后对男子说 你来就太好了 我正愁找不到你当面感谢呢 男子说 我是来找李元外的 想不到李元外竟是你爹 真是太巧了 李元元说 你认识我爹 找他有什么事 还不知道恩人的名字呢 男子说 我叫周少平 不认识你爹 家父有一件东西让我交给他 李元元说 那好吧 吃过饭我带你去见我爹 不一会儿 饭菜端上来了 李元元倒了两杯酒 对男子说 那天要不是你 我就惨了 我敬你一杯算是感谢 周少平说 小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 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吃完饭 李元元便带周少平去见李元外 李元元没有把自己被混混纠缠 被少平救下的事告诉父母 所以李元外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小伙子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 李元元把周少平送到李元外那里 便出去了 李元外看着周少平说 说吧小伙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 周少平从怀里拿出一个布包 解开布包 拿出一张纸递给李元外说 我是陕西巡抚周静人的儿子 家父不久前被诬陷入狱 全家也受到牵连 我是被管家偷偷带出周府的 管家说 我与何东谢周成李元外女儿定过娃娃亲 并交给我这张婚约 让我来找您 李元外看完手里的婚约 将婚约折起来穿入怀里 眉头紧张 对少平说 这是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吧 周少平说没有 李元外说 这就好 但对你来说 我这里现在是最危险的地方 也许很快就有人来我这里搜寻 所以 你不能留在这里 我给你一笔钱 你到乡下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等你爹没事了再来谈成亲的事 周少平说 李伯父 其实 我来也是想解除婚约的 我爹也不知道能不能平反 我不想连累您和您家人 李元外说 少平啊 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想法 我很敬佩 你爹救过我的命 还给了我一笔钱让我买田买房 成为远外 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 但现在我这里的确很危险 你不能住在这里 更不能与原原成亲 所以才让你到乡下躲起来 周少平说 我知道了伯父 那我马上就走 去附近乡下一性埋名藏起来 李元外说 这里有一百两银子 你带上到乡下做些小生意 周少平说 伯父不用 我有手有脚 又年轻力壮 到哪里都饿不着 李元外说 那不行 你还要买个地方住下 没有银子怎么行 快拿上吧 周少平说 伯父 真的不用 说完就走了 晚上 李元外对夫人潘石说 我那个朋友 陕西巡抚周静人被抓进刑部大牢 家也被抄了 我们原原不是从小和他儿子订了妈妈亲吗 他儿子有幸逃了出来 今天带着婚约来了 好在这儿子还知趣 自己提出要退了婚约 并把婚约给我了 我估计上面很快会找到咱们这里 所以 我让他到乡下躲起来 我看得赶紧给元元招上门女婿 这样 上面即使有人来查 见我家元元已经成亲 而那小子又不在我们家 我再把我们的婚约当面烧掉 朝廷就不会怀疑我们和周家有联系了 夫人潘石说 真想不到周家会出这种事儿 那就赶快给元元招上门女婿吧 于是 李元外小姐要招上门女婿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 然而 李元元死活不愿意 李元外给他找了十几个小伙子 他都说看不中 不是嫌胖就是嫌瘦 不是嫌高就是嫌低 不是嫌长得难看 就是嫌太土 潘石说 元元啊 哪有十全十美的人 再说 咱家是招女婿 有钱有势 有头有脸人家的公子 谁会当上门女婿 差不多就行 不要再挑三拣四了 但李元元根本就听不进去 再找还是看不中 这可急坏了潘石 于是他就对丈夫说 你这个女儿怕是要嫁皇上里 都找了十几个了 一个都不愿意 李元外说 这怎么行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怎么能听他的 挑个差不多的赶紧成亲 于是一个叫赵天来的乡下小伙子 被招进李府 与李元元拜堂成亲 赵天来老实厚道 勤劳善良 不善言辞 李元外也比较满意 他知道 招上门女婿不能要太精华的 不然 他和夫人去世了 女儿当不了家 这万贯家财可能就成别人的了 然而 赵天来与李元元成亲都三个月了 李元元的肚子还不见动静 人丁不忘是李元外这辈子最大的缺憾 每生下儿子 这生孙子就成为他最大的期盼 这元元和天来成亲都三个月了 却不见怀孕 是不是这个赵天来不会生孩子 李元外对夫人潘石说 明天去莲花寺进个箱许个院吧 若再过三个月 元元还不怀孕 就休了这个女婿再招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元元的肚子掏生依旧 于是 李元外就偷偷给了赵天来一笔银子 让赵天来与元元合理了 合理后 李元外很快为女儿 又选了一个上门女婿 又很快就拜唐成亲 新上门女婿叫孙满元 乡下小伙子 也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哥大 家里很穷 但父母却生了四个儿子 且一个比一个壮士 于是 就让老三满元做了上门女婿 然而 孙满元身体好像也有问题 与元元成亲三个月了 元元也没有怀孕 又过了三个月 圆圆的肚子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李元外想找大夫给两个人都看看 看看到底是谁不会生孩子 但没等大夫来 那个孙满元自己跑了 而且哪里也找不到了 李元外便让大夫给女儿李元元耗卖 耗完卖 大夫说 没问题 会生孩子 李元外才知道 是那个跑了的孙满元也不会生孩子 真是倒霉 这不会生孩子的男人都让我家圆圆碰上了 于是 她又给圆圆找了一个上门女婿 叫任丁旺 然而 半年后 圆圆肚子依然平平 李元外又将这个任丁旺拧走了 她心里不服 女儿圆圆身体没有问题 都是男的不会生孩子 难道我女儿就育不到会生孩子的男人 于是又给女儿圆圆找了一个城里小伙子 小伙子叫张会生 独身一人 无牵无挂 但有点好吃懒做 夫人说 找个懒汉做上门女婿不怕别人笑话吗 李元外却说 好吃懒做 就会闲事不管 就不会与女儿争夺经济大权 万贯家财就还是咱李家的 然而 成亲半年后 圆圆还是没有怀孕 后来 有人传出笑话说 李家那个上门女婿张会生懒得出奇 晚上早早就睡觉 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憨声如雷 天塌下来也砸不行 你说能生了孩子吗 李元外脸上挂不住 一气之下又给了张会生五十两银子 让他也滚了蛋 爱 这连续招了四个上门女婿都没能让女儿怀孕生子 难道这是天意 上辈子没记得 惹怒了菩萨不让女儿生孩子 难道是我毁了圆圆的瓦阿钦 菩萨知道了 惩罚我李元外 不让我女儿生孩子 然而 更让李元外悲伤不已的是 由于李家不到两年 拧走了四个上门女婿 没人愿意做李家的上门女婿了 这可怎么办 李元外整日里愁眉苦脸 五精打采 又心急如焚 正当李元外愁眉苦脸 无计可失的时候 一个乞丐找上门来 说他愿意做李家的上门女婿 于元外一看 十分生气 难道貌美如仙 俊俏可人 堂堂的元外之女 如今沦落到只能嫁给一个乞丐吗 这传出去 我这老脸怕是要被丢见了 于是恼怒地说 去去去 别捣乱 乞丐没有生气说 您别生气 我虽然是个乞丐 但却是个好人 身体各方面都没问题 再说 你是招上门女婿 我洗了澡 衣服一换 谁知道我是个乞丐 再说 现在也没有人愿意来做上门女婿啊 李元外和夫人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再说 乞丐无父无母 截然一身 招到李家不会有其他想法 于是就答应乞丐做了上门女婿 然而 这一切对李元元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父母说了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吧 她与乞丐拜堂后 被乞丐牵制入了洞房 两个月后 李元元怀孕了 乞丐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李元外 李元外不相信 便起来大夫为元元好卖 大夫好玩卖说 恭喜李元外 小姐是喜迈 李元外和夫人都非常高兴 让夫人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韭菜 招待乞丐女婿 十个月后 李元元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李元外更是喜出望外 满月时 李元外大摆宴席 恭请宾客 这时 李府大门外突然来了一对官兵 还有一顶八台大教 从教理下来一位巡抚 正是刚不久被平反招雪官复原职的 陕西巡抚周静人 也就是与李元外的女儿李元元 定过娃娃亲的周少平的父亲 平反后 得知儿子带着婚约来找李元外了 便来李元外家看儿子 也随便看看李元外 李元外一听是倾家 而且是救命恩人陕西巡抚周静人来了 吓得脸色苍白 满脸冒汗 这可怎么办 他以为周静人不可能被平反了 女儿元元绝不能与周静人儿子成亲 所以 才骗周少平离开李家 躲到乡下 想不到周静人又平反官复原职 还亲自上门来看儿子了 这可如何是好 一旦让他知道 是我撵走了他儿子周少平 就完了 正想着如何办 便听见门外有人报 陕西巡抚周大人来李府看望儿子 请李元外出门迎接 李元外便急急慌慌出门迎接巡抚 看到周静人 战战兢兢地说 原来是亲家公来了 快请快请 巡抚在李元外陪同下 进入李府 看到李府宾客如云 便问李元外什么情况 李元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这时 乞丐女婿说 大人有所不知 令郎周少平 与李元外小姐李元元的儿子 今日满月 李元外大摆宴席庆贺 巡抚大人也正好赶上 实在是吉祥如意 请巡抚大人快看看您的孙儿 于是 一个丫鬟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 抱到巡抚面前 巡抚看着墙堡里的孙子 满脸喜悦 乞丐又说 请巡抚大人给孙子取个名字 巡抚想了一下说 感谢李元外在我被无限抓进大脑 家被抄 全家受到牵连的时候 冒着危险收留我儿子 并与李家小姐拜堂成亲 生下儿子 这第一个儿子姓李 就叫李恩生吧 若能再生儿子便姓周 让我见见我的儿媳妇 李元元走到巡抚大人跟前 行了李说 媳妇李元元拜见大人 拜见公公 巡抚大人看着李元元说 确实漂亮贤惠 说着从侍从手里拿过一个精致盒子 打开是一副上等的玉石镯子 然后将玉石镯子亲手戴在李元元胳膊上 说这是周家的祖传玉镯 一代一代传给儿媳妇 李元元说 谢谢爹爹 巡抚大人用眼搜悬了一下说 我儿子呢 这大半天了 也不见他来请安 李元外吓得两腿抖筛子 浑身冒汗 乞丐这一通话将李元外弄得云里雾里 但马上意识到 这不是糊弄巡抚大人吗 周少平早被他撵到乡下去了 巡抚大人要见儿子怎么办 这时只见一位英俊少年从后面走出来 站在巡抚大人面前说 儿子周少平见过父亲大人 巡抚在儿子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说 几年不见 又长高了 你要好好对待你媳妇 孝顺你越父越母 他们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嫌弃你 你要好好报答 周少平说 爹 儿子记住了 这一切 巴里元外 以及在场的李府上上下下的人彻底搞猛了 接下来 喜宴开始 巡抚大人也坐下来一起吃菜喝酒 李元外敬酒时还是战战兢兢 宴席结束后 送走巡抚大人 李元外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他将乞丐叫来问到底怎么回事 乞丐就把当年来李府讨饭被管家欺负 而李元元不仅救了他 还给了很多吃的 他是来报恩的 他说他早就发现李元元喜欢周少平 也知道了周少平与李元元订了娃娃亲 而李元外担心受牵连骗周少平离开李府 但后来又发现李元元并没有与四个上门女婿圆访 而是拿银子走人 近日乞丐又得到消息 周少平父亲陕西巡抚周禁人很快就会平反昭雪 于是就找到周少平和李元元 让他代替周少平与元元澄亲 而偷偷让周少平与元元在一起圆房 等待少平父亲平反昭雪 然后再公开这一秘密 李元外对乞丐说 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少平 我太自私了 对不起你爹 对不起你 周少平说 爹 在那种情况下 我理解您的做法 这事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我会一辈子对圆圆好 对孩子好 孝顺您和娘 此后 李元外让乞丐 做了李府的管家 并娶了李府一个丫鬟为妻 小日子过得也是很美满 周少平和李元元夫妻俩恩爱有加 和和美美 孝敬父母 关爱孩子 后来 李元元又生了一儿一女 根据巡抚周敬仁的意愿 儿子取名周玉生 女儿取名李玉娘 一家人幸福美满 日子越过越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